针对花莲县没有跟进代理教师全年聘期的事情 五党团的县议会总招杨华美他表示说 包括六都在内多个县市都自行宣布不设条件全年聘期 南投县也给出承诺了 花莲县政府不该再以财政拮据当作是借口 补足代理教师全年薪资 从111学年度下学期就要开始 13日起高中以下学校已经陆续开学 花莲县议会也于当天召开第20届第一次临时会二三读会 尽管花莲县长及副县长并未出席 五党集政团总招杨华美当天再次询问县府 代理教师工作内容与正职教师无异 寒暑假可能还要轮值行政工作 今年能不能给逐代理教师聘期 并表示给予代理教师完整聘期已是中央既定教育政策 花莲县应超前部署与因应 2019年开始我们就呼吁县府一定要编组 但是是牛不化 2020年县政府他就将代理教师里面 有兼行政职的代理教师给足了12个月的薪资 给足了聘期 但是其他的还是没有办法补足那个预算 所以到了现在这两年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的被讨论 是因为立法院也提出了 要活教署来修正这件事情 那以及监察院也做了一个调查报告 全部都指向说代理教师应该有一个劳动权益的公平性 所以要求 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中央不管是 立法院监察院都是要求代理教师要跟一般的正式 教师都要有基本的劳动权益就是12个月的聘期 以及薪资 所以就会变成地方政府确实是要找裁员来补足这些薪水上的缺口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应该要做到的事情 不管是现在或未来都是朝向这个方向在要做到的 那所以我当然非常非常的希望 因为从2019年到现在2023年 我非常希望华林县政府从111年的下学期 也就是现在就能够开始承诺 补足代理教师12个月的薪资以及聘期 不要拖到111年的9月 就等于是今年的暑假 他们还是没有薪水还是没有劳健保 那这样的话我认为如果要做我们就赶快来做 花莲县代理教师比例大约占14%到17% 远高于法定的8% 杨花美表示 矿石税收这么多年只有去年没收 花莲县府却一直拿来当挡箭牌 怪矿石税没过 抹黑部分县议员 事实其实是卡在财政部并非花莲县议会 中央财政部1月以同一盒被花莲县府可开征矿石税 财源既然增加 杨花美呼吁县府 不该再以财政结局作为借口 不但要补足代理教师全年薪资 而且要从111学年度下学期就要开始 代理教师才能实施授意 记者长方燕华林斯报导